手游酷玩 第几关只是在每一关骑手过程中 都会完成些任务 完成的任务越多 我们得到的这个分数就会越多 在游戏过程中 我们主要得的就是这个金币 因为有了金币 才能为我们的这个摩托车进行升级 升级过后的摩托车 它的动力包括它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 这样在完成任务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通顺 所以说我们继续开这个摩托车 把这些个其他忍者全部打掉 在上一期视频中 我们已经把这个摩托车 进行了一次初级的改装 但是改装之后 这个性能没有太大的提升 也可能是我们因为钱币太少了 没有买到更好的装备 导致了这个摩托车性能不是特别强烈 所以说在这几关 我们要把这些忍者干掉 得到更多的金币之后 继续改装这台摩托车 包括这个摩托车上的武器 也要进行提升 现在我们的血条真是不多 只有五个血 如果在前方撞车 或者说被其他人物再打一下 我们很容易被踢出这个载道 现在我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个 还有两个没有完成 但是这个棋手上来 就给我们一个大门棍呢 打在了这个指示牌上 这样这一关也就这样结束了 结束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菜单 菜单会显示 我们有什么任务没有完成 但是根据这个菜单提示 有三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呀 这一关的奖励还给我们了一把新的砍刀 但是这个砍刀的级数非常低啊 我们得用这个金币为它升级 看看升级过后我们用这把武器 对付其他的人者有没有新的提升 在这一关我们还是继续完成这个挑战 包括6000米的一个距离 还有其他两项 游戏很复杂 但是我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 如果遇到这种带扳手的 我们要加上 它可以被我们长一些血条 就是为摩托车进行自维修 这款游戏在操作上有点复杂 它不是用手指形操作 而是根据这个手机的水平仪进行操作 这样的操控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性 不是特别准确 所以说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要掌握好游戏的一些技巧 才能顺利的把这些任务完成 前方除了这个飞镖 一定要把它加上 它就是远距离的一个攻击武器 而且攻击效率非常高 用它也是非常的好使 在这款游戏中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展开双臂 能把两侧的起手全部打掉 这样在操作过程中是非常爽的 如果大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也一定要试一试 根据这款游戏的操作 还有这个游戏的玩法 推荐指数三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乐高忍者骑手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 这款游戏还很好玩 或者说想看看以后的关卡 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 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